小梦的油画帮教程来啦 今天的画房高了也没贵 先划出草堂的分剂线 用67浓紧色打圈薄图画面的上半部分 再用619毛残绿覆盖 一是在薄图上634豆三绿 730黄褐色 743嫩绿色 接下来用647浓紧色轻轻打圈圈混色 在毛的时候尽量过度均匀 不要留纸张的白地 草堂的部分我们先涂上葛绿色 再涂上黑色 用葛绿色薄图覆盖均匀 用橄榄绿先画几片叶纸 剩下的叶纸我们用蓝绿色来刻画 注意叶纸分布的形态和大小 少量葛绿色紧缀 黄褐色顺着叶纸的形态划一些枝条 草绿色勾勒一下叶纸的边缘 画面空的地方我们可以再插一些葛绿分布 再用飞手供论一下瑞瓶纸 黄褐色和白色来刻画花朵 白色的油画板可以适当的多一些来增加花朵的机灵感 形态可以随意一些 然后用黄褐色来点缀花蕊 花瓣上我们也可以加少量的黄褐色 然后轻轻过度均匀 让花朵和画面整体的色调更协调 花朵我们在刻画的时候如果有沾到底下的绿色 我们可以多叠加一些白色 草虫剩下的部分我们可以加一些小花包 最后来看一下近距离的细节 今天的造成就到这里了 拜拜